我是老HighBee The OldHighBeast 今天介紹的是12月下半最後衝刺的球鞋清單 還有他們在售價格的評估 依照慣例進入主題之前沒有在在售或轉售的朋友們 沒有關係可以把這支影片當作哪一雙球鞋最難搶 我住在美國所以所有的在售價格和日期主要都是以美國為主 在售價格主要也是以一個月之內為基準 這些球鞋大部分都是建議你馬上賣 如果要長留的話我會特別註解的 12月下半有一些小小變動 所以趕快來跟大家更新一下 首先12月17號要出EZ450的restock 主要是黑魂版的鋪貨 再來還有新的配色RESIN 以這種黑魂版來講的話還蠻高利潤的 建議你主供10號以上的 這雙原價200 再來說目前以黑色評估為280 RESIN的話是260 接下來介紹的是SOFLY這個Miami的巢店 和JORDAN ONE第一銅款的聯名款 這雙主要在兩個日期會出 在亞洲目前是看到是12月17號要推出 在美國則是在12月27號 這雙Miami巢店的聯名款 它靈感主要是來自佛羅里達州的Everglades 它的濕地裡面的肉食性動物 造型有點怪奇 可是畢竟它是SOFLY這個知名巢店的聯名 所以多少都有點在售空間的 原價為150 在售評估為230美金 再來是12月17號 在歐洲當地要鋪貨的Dunklor Greyfog 這雙已經出爛了 不知道出多少次了 但是還是超賺的 所以住在歐洲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 原價為100 在售評估為280 12月18號 在亞洲許多國家 又要再推出的 就是G-Dragon全之龍的Peace Minus One Nike Quando One 這雙把皮鞋和球鞋合體的一雙 它超厚的中底 超適合恨天高的人穿 目前在售也不太高 根本連300美金都不到 所以以再售價入手 也不會太心疼 原價180 在售評估為260 12月18號 大概是我這個月 下半月比較興奮的一款 這雙是Easy 350的Beluga 反光Reflective版本 一開始講之前先講 如果沒有要穿的人 建議你hold長期的這雙鞋 要投資的話 建議放久一點 這是當初第一款350 V2的配色 這是以反光材質回歸 也是因為它反光的關係 所以它詐錢也漲了20塊 那聽說呢這次量也非常大 直接跟AJ11的Cool Grid來拼 要高利潤的話 建議買10號半以上 原價240 再售為300 10月18號要出另外一款 Jordan一代 名為Handcrafted 如其名它想要詮釋 以手工製的Jordan One 看起來材質還可以 但是建議為至川為主 畢竟Jordan一代 今年除了北卡蘭和Hyper Royal之外 都沒有什麼在售空間 這雙顏價170 再售為220 接下來 12月20要提醒大家 這雙鞋 阿曼瑪尼的Jordan一代 又要鋪貨了 這次是在美國鋪貨 日前他們在IG和官網上面說 這雙鞋主要在12月20 星期一呢 是要重新推出同鞋款 PS和Toddler的 同時間也會釋出一定量的成人版本 當然你如果是在美國當地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 住在其他國家的話 我也知道有人會用轉技公司 轉運到世界各地去 這雙原價200 目前在售的話 大眾尺寸的話 還是在1400上下左右 千萬不要錯過喔 再來 12月20要出的EZ700的MNVM Metallic 這雙呢 跟今年所有的MNVM都一樣 直接倒閉款 如果有興趣的話 它原價200 再售評估大概是210左右 12月22號 又要出另外一雙的Jordan一代 名叫Atmosphere 這個半粉色 也有別名叫做Bubble Gum 原價170 再售211 12月22號 要出一雙高爾夫球 小白球版本的Jordan四代 Brand 這種經典的黑紅版本的Jordan四代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這種高爾夫球版本 都是低調的利潤版 都出奇的蠻賺的 那切記 如果你是住在美國的話 這是在Nike的App出 而不是Sneakers App 原價220 再售評估為330 再來10月20號 輪到美國要撲貨了 世界各地都已經撲破過 就是Easy350的經典款Blue Tint 原價220 再售300 要高利潤的話 一樣買10號半以上 12月29號 要出一雙Jordan13代的Court Purple 這雙呢 老實講就是直接的倒閉款 喜歡的人是喜歡 可是不建議買來投資 原價190 再售200 到月底 12月30號 是這個下半個月 我最期待的鞋了 就是這雙Jordan一代Bred 黑紅版本的七匹版 那這雙呢 2016版本已經被我快要拆爛掉了 所以很希望再撲獲一雙 不過已經隔五年了 他不給我們同一雙 他只給我們一雙七匹版的 不過我一樣喜歡 那配西裝的話 看起來超讚的 原價170 目前在售評估呢 大概在330美金左右 當然呢 不同尺寸的話 越大的話會越高 不過平均的話 來講大概330左右 最後呢 就是12月30號 要出另外一雙Easy350 MX Rock 那這種一般版的Easy350呢 我覺得是買來自穿就好了 原價為220 再來是有評估為350 那年底的最後衝刺 就提醒大家一下 這些重要的日期 尤其是這雙的鋪貨 加上這雙的棋皮板要推出 所以呢 下半個月千萬不要忘記 這兩雙的重點鞋喔 希望大家可以入手自己 心目中的愛的球鞋 即將來到了2022年了 如果還希望老孩必得 繼續為大家服務 提供這些球鞋資訊和再收評估的話 幫我按讚分享 這樣子YouTube才可以用它的演算法 把我的影片分傳給世界各地的朋友們 可以大大的幫助我的頻道喔 有興趣的話 還可以關注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這下面的敘述區做連結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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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